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编了一个很引人入胜的故事 带领读者阅读和体会的 这个简单的故事 内容充满了人生中 有关变化寓意深长的真理 四个住在迷宫里的人物 他们竭尽所能地 在寻找能滋养他们身心 使他们快乐的奶酪 这四个小人物中 有两只是名叫 秀秀和聪聪的老鼠 其他两位 则是身体大小和老鼠 差不多的小人 名叫 鸡鸡和哼哼 这里所谓的奶酪 是一种比喻 它可以被当成 我们生命中最想得到的东西 它可能是一份工作 人际关系 金钱 财产 健康 心灵的宁静 书中所谓的迷宫 代表的是 一个你花费时间与精力 追寻你所欲所求的东西的地方 它可以指你的家庭 成长环境 或者工作环境 在故事里 这些人物面临 突如其来的变化 最后 他们之中只有一个 成功地对这些变化 做出适当的应变 并在迷宫的墙上 写下他改变自己的心路历程 即从中所得到的经验 当你看到那些墙上的标语时 你就能自己找出处理变化的方法 了解这些方法 你就不会感到太多压力 并且能够在生活中 或者工作中 得到更多的成就感 不管你怎么定义 这些成就感和压力 上期节目和大家分享了 故事中的两个小矮人的经历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迷宫里两只头脑简单的小老鼠 秀秀和匆匆的故事 他们数如其名 一个时刻保持着警惕 一个则是天生的行动派 当时他们和小矮人一起发现了 第一个有很多奶酪的地方 反应却截然相反 他们既没有为此狂喜 迷失在舒适区 也没有在奶酪消失后 陷入愤怒和迷茫 小老鼠从不想太多 也没有多少情绪 他们能做的就是发现变化 应对变化 他们发现奶酪越来越少 提早做好了准备 先人一步 找到了另一个地方 与聪明的小矮人相比 反而是没脑子的小老鼠 生活得更自在 更舒服 作者不禁感慨 生活最大的障碍 竟是我们自己 紧接着 他在书里 讲了朋友查理的故事 查理是一名出色的 田径赛事播音员 一直是单位里的台柱子 可是忽然有一天 领导告诉他 下届奥运会 不再转播田径赛事 换成了游泳和跳水 这个消息 无异于晴天霹雳 查理的一切 像最初的奶酪一样 凭空消失了 他被边缘化 不再是同事间的佼佼者 也没有任何 升职提拔的机会 他像小矮人一样 愤怒不安 三番五次找领导叫板 结果自己被处罚 被停止 他想做着诉苦 作者给他讲了奶酪的故事 深思熟虑后 查理不再纠结 谁动了我的奶酪 而是像小老鼠一样 积极寻找新奶酪 他开始认真研究 游泳和跳水 一个月后 查理拍着胸脯 向领导保证 完全可以胜任新工作 结果不出所料 他凭借专业的解说 重回事业的巅峰 比尔盖茨曾说 要学会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 学着去应对缺陷带来的问题 不必为此抱怨 生活很难 我们都挨过命运的耳光 经历过痛苦与挫折 遭受过不公与背叛 如果只知道去问 谁动了我的奶酪 就会陷入持续的自我内耗 当你清空思绪 专注于行动 比山大的困难 就会缩小成路途上一个矮坡 看似跨不过去的深渊 就变成了一条浅滩 如果把奶酪的故事 照进现实 小矮人与小老鼠 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人 也可以理解为 一个人对事的不同反应 当我们遭遇意外 起初我们可能是 愤怒的哼哼 之后可能像积极一样 经过反思 重振旗鼓 但最聪明的做法 却是成为小老鼠一样的 行动派 着眼当下 少想多做 成衣陪读陪你读 买一本好书 给心灵建一座精神的花坊 记得关注微博 成衣电台 我们会在下月初 抽奖送出 节目里分享的这本书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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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h lay me down tonight Lay me by your side Lay me down tonight Lay me by your side Can I lay by your side Can I lay by your side Next to you You Can I lay me down the desist No The That